音樂 我叫Jeff 我在家主要負責捕囚囚 我自己會負責帶他們上學 職業去公園玩 和他們一起做功課 或是去練習 譬如學琴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Jeff 抽小朋友究竟行不行 最初有小朋友時已經很想其中一個是全攤 當時選擇了離開當時的全職去進修 希望多點時間可以抽小朋友 King 說 太太去 還是我呢 因為太太當時是主要的經濟支柱 她的收入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就決定可能我比較會黑色一點 本身我和太太的性格方面就是 我是很喜歡小朋友的 但對於抽小朋友 其實她都會覺得我的耐性比較多一點 所以她都很贊成我可以去全攤檔抽 女兒的話我覺得情感很敏感 她會爆發得很厲害 我覺得男性是困難一點的 因為那個情感沒有女性那麼敏銳 表達能力都沒有那麼強 第二身體上面 究竟一個女性是怎樣去清洗這些地方 甚至乎 比如 頭髮要幫你紮邊 我真的不行 你快點幫你搞吧 這些就是比較難的地方 心理上挑戰大的 譬如接課學 你很少看到爸爸接課學 第二就是 通常太太會三五成群再聊一下 子女經 作為一個男人走過去聊 又有點怪怪的 但其實有些資訊真的想這樣聊 這些資訊是媽媽群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慢慢熟了 就可以聊聊天 然後就問應該怎樣 應該有 所以最初的時候是有這個男女的 像外充婆 我覺得她就 也很有那個母性 她也是一個很細心 還有很有耐性的人 組織能力很好 所以跟小朋友的功課 通過啊 通過啊 無限那麼多 那些要跟進的東西 她也是跟得很足的 這個是她做得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都很放心 她做這件事交給她 我好像不是很覺得 有什麼條件 就是打扮 可能將女女會扮漂亮 或者兒子穿衣 顏色的配對 這些可能都真的很麻煩 我會選擇這些不漂亮的衣服 對 如果我看到我會糾正一下 這樣很重要 這些都無關同樣的 作為男人 其實大家都會期望 男人去賺錢 養家 那 我都會問自己 究竟 我做的事情是否正確呢 有時候都會掙扎 不如我賺錢好過 但是其實 我真的很喜歡照顧小朋友 還有 我們女夫婦都覺得 其實是 零二三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很想 真的有個可以全面照顧的人 不是工人照顧 而是自己孩子自己照顧 最開心的時候 女女會 例如在睡覺的時候會說 爸爸我喜歡你 或者會說 爸爸你看著我 你看過來 這些說話都是很甜的 有些東西 看到了 他說 如果你 有些東西 我們可能會氣 不會記得 by bwd6